大家好,这也是游戏废人 今天我们要来聊N宠 那相信大家只要看上面N宠都可以发现 我的这一块并没有发光 也就是说我并没有吃宝月 那以我目前的等级60等来看 其实在,因为毕竟我们比较乡下腹 不知不觉我跑到第九名了 因为在前面你会发现 前面的玩家不知不觉的 因为N宠不够,等级就自己掉下 你打怪再快都没有用 你只要N宠没有保持在700%的经验值状态下 你的等级一定就会立刻掉下去 那我不只没有开包月 我包月还放在仓库里面 而且我的N宠生物都没有吃 甚至连打王的N宠生物我都还有剩 那我到底是怎么样去保持我的N宠呢 首先这里就要讲到一个最重要的概念 就是我们这次的活动 应该说每一次活动都有 那这次因为有黄金花之币可能快结束了 黄金花应该还在 但是彩虹气泡快结束了 不管,反正官方都一直会有这类型活动 那这类型活动可以交换东西里面 最重要的就是神玉香 对,很多玩家可能会觉得 我神玉香换了以后 那就去开技能 那我们今天来简单计算一下 以目前我们假设一个伺服器有1000个人 那这1000个人里面 如果大家都是换神玉香 那我们现在 其实实际上应该是不止1000的 但我们就假设 有1000个人换神玉香 那这1000个人里面 大概每一天可以平均换个5张好了 好,那也就是一天有5000张 神玉香被解完 那我们就是技能的 那我们目前游戏伺服器开了35天 也就是说 就是总共解了大概 17万5千 那这17万5千 在我们的伺服器 我目前看到 截到宏记或者是红墨水的 总共就三个而已 那我们就出于三 也就是说平均这样子 大概是58333张才会出一份 但实际上我觉得 我们可以赚10万 我觉得那个NC不会那么否 所以它的几率应该大概就是 10万分之一 甚至有可能更低 那我们就假设10万分之一好了 那如果以10万分之一 你可以解到一个红墨水 那其他东西基本上 我可以直接跟你讲 都是垃圾 全部都是垃圾 那如果你真的10万张 可以解到一个 那我们把这个拿来换算好了 神玉恩宠 一个完成可以拿到的恩宠 分别是200 250 450 800 跟1100 那我们就算比较中间的 因为其实你可以洗 你可以洗到 不会出现200 或者是高几率拿到800以上的 那我们就算你每次都是平均拿450就好 那450 如果你解了58,000张 你有多少恩宠 也就是说450 乘以58,000 你这样子拿到的恩宠 你总共有2610万恩宠 好 那个是一个有点大值 那我们假设从这个伺服器开到现在好了 其实现在因为活动有时候可以领5箱 可以领10箱 可以领8箱 不一定 那我们就假设平均7箱好了 那一天7箱 目前伺服器开了35天 也就是说每天 总共我们目前解245张的神玉 那这245张 如果你全部拿去解恩宠 那你就避别人多了 11万的恩宠 而且这还是在于 你都是450 实际上你自己去洗的话 你不可能只拿到450 要多11万恩宠是怎样的概念 我们今天去买商城里面 你去买它里面的恩宠 也就是说恩宠圣物箱 这1200赚 里面是100个 就是1万恩宠 11万 11箱 也就是13000多 你就比别人多用了13000 当然对科长来说 这个就是小钱 他可以直接电话 他不需要像我们这样审 他可以全部拿去堵记人 那个没关系 但是对于我们这种 就是小玩家来说 你要在等级上可以追得上 因为实际上 现在的怪物等级并没有那么强 我现在打5楼是因为命中率问题 所以稍微差一点 但如果我现在就是 这样子开下去 我还没有吃战斗卷手 我现在攻击力有82 只要打这些怪算是快 那更不用讲龙骨 你攻击力有80以上 其实你打龙骨的 再加上你命中率又高 打龙骨的怪大概 东边的怪三下就一只了 其实你不会比科长慢多少 但是你多了11万的恩宠 其实除非是可以无限一只花钱的科长 要不然的话你算一下 现在才一个月而已 一个月你要比边多11万的恩宠 也就是多花1万1000多赚 那对于一般的小客来说 其实是一个额外负担 尤其是更后面 其实你今天只会少更快 那这也是为什么 在我自己本身没有急着去换 范围技能的一点 因为换了范围技能 其实我自己恩宠如果跟不上 也是没有用 那我只要维持好 能够获取恩宠最大量 然后打怪速度也不会太慢 其实等级就可以维持在 就是大概反正不会太低的程度 那也可以在前段班 只要你等级能够在前段班 其实天堂是一个等级压制游戏 你等级压制下去 你就可以引领大堆人了 所以在恩宠的部分 我会一直非常建议 只要能够选神域的部分 或者是甚至任何的 不管是你用装备啊技能啊神域啊 这些给你选 就全部通通都选恩宠 你选的恩宠绝对不会亏 那其他东西你只要不是拿到最好大奖 基本上就都是垃圾 就这么简单 好 那在这边就是分享给大家 关于小课玩家或者是无课玩家 怎么样去维持你的恩宠跟等级 那像以我这样子来说的话大概我包月也还没吃 搞不好到欧瑞开了 我恩宠都还不用都还不会用完 那这样下去反正就是理论上来说啊 维持这个状态 你要练到65等就不会那么难 因为在韩版你之所以无法练到65等 你的问题不是打贵才满 而是因为你没有恩宠 你又没有恩宠的话 你如果又没有包月 你经验值只有百分之一百 你又练到死了 那你既然有包月的话 百分之四百 实际上你打贵的速度 就你整个经验值获取速度 就是只有恩宠满的玩家的一半 也就是说当这些玩家 他们可以大概算三个月好了 三个月大概65等 已经算超级快 大概应该算好像半年好 但是你就要把半年 那些玩家花半年 你就要花到一年 那再来的话 那个就是其实这个游戏后面 你可以直接花名誉币去换纸记 但是第一本纸记 你要68等才能换 所以第二本纸记要73等 那到后面你如果有纸记 纸记是自选哦 以台版的礼包来说 其实纸记1500万名誉币 并不是那么难 对于有中科或小科玩家来说 还是凑得到 但是你等级不为到 所以你就是没有纸记 那你少的纸记 到时候就被人打该该叫 所以说对于现在的玩家 我会建议你能够换 就通通换恩宠 那只要你恩宠能够维持下去 你到时候等级比别人高 装备稍微差一点 你还是有办法跟别人有一波的机会 以上就是关于恩宠的分享 那希望大家可以得到一些帮助 那如果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下面留言 那我有看到就要尽快回应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